从中文字幕秀流 Fleisch & Jonard 欢迎订阅 好 弟兄姐妹早安 再次的转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她说 美好的事要发生在你身上 最后事发生在你身上 在过去的几周 实在是教会忙碌的日子 我们经过了高中的营会 大专的营会 国中的营会 下个礼拜我们有儿童的营会 也请弟兄姐妹特别地 在祷告中来纪念这样的工作 我们有差不多有120多个孩子 他们要来参加 有很多需要被祷告的地方 所以请求弟兄姐妹 可以在祷告中来纪念 我喜欢在喜安堂聚会 所以我从得救开始 我一直在喜安堂 一直到现在 其中有一个地方最吸引我 就是他们的聚会 应该是我们的聚会 那个敬拜赞美很长 自由敬拜赞美的时间很长 我觉得唱诗歌 我们应该用诗章 灵歌 颂词 好 我们来赞美神 这个都很棒 可是我个人觉得更棒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被写下来的诗歌 有的时候当然 有的人在一些音乐 因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比较喜欢比较现代的 比较古典的 或者比较劲爆的 比较热闹的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那是跟我们的背景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敬拜最要紧的 还是在他的歌词 对不对 那被写下的诗歌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赞美神 可是我个人觉得 神更喜欢我们的自由敬拜 自由敬拜就是 你用你自己的声音 不管你用方言来赞美神 用你自己的词 你想对主说的话 即使只是很单纯的 主我爱你 你一直地唱主我爱你 对神来说 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音乐 赞美 敬拜 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 对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赞美是有能力的 赞美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兵器 他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一个亲近神的生活 根据韦士大词典的解释 讲到关于赞美 他说赞美是什么 他说赞美就是颂扬 称许遵从 是称赞 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是在颂扬神 所以我们说神啊 你何等伟大 这是颂扬 那神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哦 你真的好爱我们哦 耶稣你超级棒的 你真的好酷哦 这是赞美神 我们赞美一个人 赞美一件事 是讲到我们里面积极的肯定 对不对 肯定他对他的一个赞赏 当我们来赞美神 也是讲到 不管我们是在逆境 在病痛 在困难当中 我接受这一切 是神 你的计划 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没有办法感谢神 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觉得 神为什么这样安排 我们里面有一点抱怨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赞美 赞美 它其实是包含着感谢 我们把赞美归给神 并不归给未知的命运 也就是说 我们赞美神 为着一些好事 不好的是赞美神 乃是我们接受 主你会为这一切发生的事 你负责任 有一个弟兄这样说 我如果知道赞美的秘诀 早一点知道 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败 你会扫走很多辛苦路 因为赞美 是一个蒙福的道路 是一个兵器 是一个帮助我们 度过那个沮丧挫折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弟兄讲到他爸爸酗酒 三十多年 都没有办法 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反正每次都发酒疯在家里 虽然不断地祷告神改变 改变这个环境 可是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他的爸爸还没有信主 情况还是一样 可是当他知道 听见了赞美的重要性 他开始为着爸爸的情况 相信这就是神 你为我父亲 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就是我为着我爸爸来赞美你 所以他现在还在喝酒 可是我为这件事 我来赞美你 好 这弟兄当他开始这样做 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的爸爸 刚开始看起来 没有太大改变 可是有一天 他爸爸看了一个电视节目 突然之间有一个醒悟 竟然跟他开始 讨论起他的信仰 讨论起关于 喝酒这件事情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让这个弟兄有机会 再次地传福音给他 又过了好几周 有一天他爸爸 又来跟他讲说 当然这个过程 这个弟兄继续地赞美神 继续地相信神 以前每次祷告 有时候越祷告 越没有信心 可是这个弟兄说 当我赞美神的时候 我发现 我里面比较有信心 好像我不会一直去注意 那个结果是什么 我不会被那个沮丧抓住 而是我就是相信 神为我爸爸负责 所以后来有一天 其实已经经过很多个月了 他爸爸来告诉他 希望耶稣可以帮助他 请求他的儿子 帮助他的父亲 帮助他 可以从酗酒里面出来 让耶稣可以帮助他 所以这个弟兄说 三十多年来 没有办法戒酒 这样的一个问题 透过我的敬拜 我的祷告 我的赞美 我这样子 淡淡地仰望神 神真的 施行一个伟大的神迹 在我的父亲身上 一直到今天 他说我的父亲 已经不喝酒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对于我相信我们的神 他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他是一个逆转圣的神 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 有没有人 你真的有一些沮丧 有一些挫折 有一些事情让你卡住 你真的没有办法 或许 这是我们再一次的 起来大大的赞美神的时刻 诗篇第八篇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怎么告诉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来 耶和华 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照的 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凡金型海盗的 都浮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 尼托圣弟兄这样说 他说赞美就是神儿女最高的工作 他就说赞美神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卫他在诗篇里面说 我一天要三次赞美神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他说 我一天要七次赞美神 一天要三次祷告神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讲 他一天要七次赞美神 圣经中 凡是讲到三这件事情呢 就是讲到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讲到七呢 是代表着完全 祷告神非常的重要 可是赞美 带我们进入完全 带我们进入神的丰满 赞美在你的信仰的人生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 赞美它是会带来 会释放属天的能力 它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 为什么赞美这么重要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因为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圣经中最多的命令 在圣经里面有 关于敬拜赞美的经文 就多达三百节以上 特别在诗篇 所以神不断地呼召神的儿女 要来赞美神 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 赞美耶和华 所以我们常说哈利路亚 阿们 就是赞美耶和华 对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神 借着赞美 我们就带下神给我们的祝福 赞美神 是一种祷告的方式 是一种神喜悦我们祷告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神要我们一直赞美赞美赞美 直到我们得到祝福 每次你越多的赞美神 你就可以更多感受领受 神把那个丰盛的圣灵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天父的心 天父的爱 讲到他永远不会拒绝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好 我们失败了 我们软弱了 我们又做错了 所以上帝可能不爱我们 那是我们的想法 可是神总是爱我们 当我们回头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 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 所以神要我们赞美他 神要我们透过赞美 来帮助我们 从这样的一个沮丧挫折里面 得到释放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赞美是为着我们的需要 是为着我们的需要 那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来赞美 可是不是神需要赞美 我们在这里赞美神 神啊你好棒 你好棒 你真的好棒 你真的很棒 并不是神听到这个 就觉得很好 有时候我们需要被人肯定 你这个做得真好 你那个带得真棒 你的付出让我们真的觉得 很窝心 很感动 有时候我们被赞美 我们就觉得 我下次还要做得更好 我们就觉得走路有风 我们就觉得好开心 今天睡得很甜美 我们需要被赞美 事实上 对小孩 对儿女 常常给他赞美鼓励 帮助他有信心 帮助他的学习 可以更好 这是对的 可是 我们对神的赞美 不是神也是这样 我们好好赞美神 神就做得更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 你知道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 神就是完整的个体 三位一体神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同等 同尊 同荣 所以基本上 他不需要我们的赞美 我们的主 他自己有完全的喜乐 他不需要照我们这些人类 来娱乐他自己 是我们需要来赞美神 赞美会改变我们的态度 赞美会提升我们的灵跟信心 赞美会把我们的沮丧 我们的焦虑 我们的恐惧挪走 你有没有感觉到 有的时候你越祷告你越恐惧 我们是说 祷告神 祷告神 我们拼命祷告 祷告 祷告 可是其实 那个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有时候是你太焦虑了 越祷告 你里面越担心 可是祷告错了吗 祷告没有错 你应该继续祷告 可是问题是 赞美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路 要用赞美 高声赞美 一个高声的赞美 扬声赞美 要发声赞美 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心 你的眼睛 就一直在主的身上 当你说 主啊 我求你医治我的身体 让我身体赶快好起来 赶快恢复 让医生那个报告 都是好的 都是好 可能我们很焦虑 可是当我们说 主啊 我赞美你 神你是最伟大的一生 我知道你要完全的医治我 哈利路亚 神我就全心的赞美你 我为着我的身体来赞美你 我为着我的身体 为着你所创造的美好 我来赞美你 你知道当你这样子做 你身上的沮丧 你的恐惧 你的压力 你都不会一直定睛在 在那个 那个紧张 恐怖当中 就一直看神 一直看神 不知不觉的 你的恐惧 你的焦虑 就转移焦点 你一直放在神的身上 神是荣耀的 而且越赞美神的时候 你发现 你的灵就越来越提升 你就越来越有信心 哦对 我的主就是这样 我的主真的好棒 因为赞美 他会释放神 信心的灵 信心的恩膏 在你的身上 就把我们心中的恐惧 沮丧 就给赶出去 所以赞美是很有能力的 有一个妈妈 她有一个女儿 她有一个女儿 是在舞厅里面上班 就是陪伴舞 跳舞这样子 那妈妈常常劝 可都没有用 她就觉得 这是我的兴趣 而且这样钱赚的比较多 妈妈也就没有办法 常常祷告祷告 可是看起来都没有用 可是当她接受 赞美的重要性 她决定我要来赞美神 这个妈妈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我每天都为我的孩子 一直祷告祷告祷告 可是是 我常常祷告 我学习把重担交给神 可是我说完阿门 我又把重担又拿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对她来讲 对一个母亲来说 她实在放不下她的孩子 那个忧虑的情绪 总是环绕着她 可是当她学习要赞美神 神我为着我的女儿 来赞美你 我为着我的女儿赞美你 她所做的她不知道 神我要为她赞美你 为着你的简讯 你要拯救她 我来赞美你 当这个母亲这样子做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 我不再为我的孩子忧虑 当我越赞美神的时候 有一个喜乐 就一直充满在我的里面 有一个晚上发生一件事 她的孩子 女儿继续在舞厅里面跳舞 那天晚上她女儿 几乎是全裸 在那里跳 突然有一个年轻人 走向她 来告诉她 来跟她传福音 跟她讲上帝何等地爱她 那她非常的惊讶 她问这个年轻人 她说 我在舞厅里面 什么下流的话没听过 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专门进来舞厅 来告诉我 上帝爱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 这年轻人说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心里有个感动 当然对我来讲 我有个疑问就是 上帝怎么会感动 这个爱着我年轻人 进入舞厅呢 不过没关系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OK 因为我也不认识她 我也没有办法去追究 好 可是重点是 这个女孩 她心里受感动 所有进到舞厅的人 都是对我讲下流话 只有这个人 她来告诉我 上帝爱我 其实这个话 她妈妈讲多少次 没在听的 可是这个人讲 你看在那个时刻 摸着她的心 所以她那一天 她就接受 耶稣做她的救主 她就辞职 她不再做 这样一个 在舞厅里面 上班的 一个工作 对不起 当然 赞美神 并不是达到 成功的特效药 我要发财 所以我要赞美神 赞美神 让我可以发财 不是 赞美 赞美神是一种 坚定倚靠神的生活方式 我不是先预备 有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 神 我决定我要赞美 因为我要得到这个结果 我要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我有一个好的工作 或者说 我希望我有一个好的婚姻 所以我要赞美神 赞美赞美 是 当你赞美神 神也会祝福我们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先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预备 神你一定要这样子 我才来赞美你 那 神知道我们的动机 其实有的时候 神会考验我们 你可能不会得到你要的 可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更挫败 赞美神没用 你看 我赞美了 我都没有得到我要的 可是不是 可是当你不是为着 你所预期的结果 你只是像这个母亲 或者刚刚像那个弟兄一样 他们就是单单的赞美神 就是来赞美 来赞美神 赞美是 我赞美你 我接受 我感谢你 让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的生活 而且我相信 你为这件事情 为这些环境 你会负责任 这是赞美 好 你看当保罗跟希拉 他们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 他们被鞭挡 他们不是在注意自己 身上有多少鞭伤 为主有多么的受苦 实际上说在半夜 他们就赞美神 他们祷告 祷告不够 对 我们祷告要 可是不只祷告 他们还唱诗赞美神 他们唱得很好 我相信很有趣 所以众囚犯就侧耳而轻 他们越赞美 他们的灵就越上升 对我姐妹 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越赞美 灵就越上升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欢呼 你说 我有时候欢呼不起来 可能还不够 圣译上说 高声的赞美是high praise 就是讲到一个高的赞美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赞美神 我们不要 主啊 我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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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啊 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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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 当你这样子做 其实我有时候是很牺牲 这个时候你们应该 给我一点掌声 这样子 对不对 OK 好 我们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给神 其实众姐妹 真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学习 因为说在家里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在家里 怎么高声赞美神呢 可是我们在教会 这是神的家 神的家 我们应该高声的赞美神 扬声的赞美神 你越赞美神 的灵就越高亢 不是说你这个人 就越来越兴奋 可是也是 就是说 你越赞美神 你就越没有自己 然后呢 你就越来越喜乐 而且最主要 最棒的是 在你赞美神的过程 有时候你不用刻意 去想到你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赞美神 我不是有一个目的性 因为为着我的工作 为着我的儿女 我来赞美神 不是 有时候就是单单赞美神 那神 祂就会做伟大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 就像保罗跟希拉 他们赞美神的时候 哇 天使听得 上帝听得多棒 所以有人说 那个地大的震动 是上帝帮忙打拍子 所以那个锁链都断开 但是我们需要赞美到 锁链都断开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带着锁链 我们的压力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沮丧 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可是当我要赞美神 我要赞美 我不管我旁边的人怎么样 可是我就是要赞美神 我要扬生赞美神 锁链要赞美到 锁链都松开 我记得2003年有一次 我就参加 我在一个聚会当中 参加一个聚会 当讲员说 神的火从天而降 要充满我们 圣灵要像火样充满我们 我就领受 我就相信 我就追求神 我就大大被圣灵充满 我真的感觉我全身 像一个火球一样 我似乎在灵里 我就看见我自己 像一个火球一样 我没有办法 我就是跳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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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边你说 一直跳 然后呢 我要讲的就是 我发现 我的环境没有立刻改变 可是 我改变了 我里面 我的焦虑 我的痛苦 我的沮丧 我感觉神把一个新的力量给我 所以我明白 赞美它实在是一个奥秘 是一个被解开的奥秘 是一个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的奥秘 如果你不懂得赞美 在这个世代 你很容易得忧郁症 你很容易得恐慌症 你很容易焦虑的 因为太多的事情 会压垮我们 可当我们来赞美神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赞美 赞美不是为了神需要 听这个赞美 赞美是我们需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被那个挫折压垮 有时候我们会被那个失败的感觉 会被人的话语伤害 我们会有一个压制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会很消极很恐惧 可是当你的里面 充满了消极苦毒埋怨 那个只是会让你的生命下沉 那神没有办法 好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 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环境 在那里 你就看不到神 你所看到就是黑暗掌权 怪不得诗人告诉我们 他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他在讲什么 诗人在讲什么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他在告诉自己 他在对自己讲话 忧闷的态度是不对的 我不应该忧闷 对 别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的长官这样对我 我的家人这样对我 这个环境 这个现实这样对我 有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 可是我确实会因为别人的错态 我忧闷了 我沮丧了 我把我自己退缩在一个角落 可是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他在对自己讲话 他知道这个态度不对 不会带来改变的 所以他接下来说什么 应当要仰望神 他告诉自己 不要再忧闷了 要仰望神 要称赞神 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他是我的神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诗人他 一直越来越高 一直越来越高 仰望神 然后要称赞神 神是我的光荣 神是我的神 什么时候我们的脸上会有光荣 什么时候神会成为我们脸上的光荣 就是当你赞美神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 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的脸会发光 是 那个摩西 他等候神 他赞美神 他仰望神的时候 脸就发光了 可是在新约时代 我们不需要上山去等四十天 当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 来到神的面前 你仰望神 诗人说 他是你脸上的光荣 你的脸就要发光了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 赞美是为着我们需要 你知道你身上有很多的压力吗 即使你心里苦 你不说 可是并不代表 这件事情不存在 你即使在睡觉 并不代表这个压力已经离开 即使有人说走一走 散散心 喝个咖啡 就好一点 可是环境可能还在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做法 改变一个心情 可是我觉得更棒的做法 更积极的做法 就是来赞美神 当你来赞美神 让锁链 要松开 全新的仰望神 神你真的可以做 你越赞美神 你越赞美神 你就越多地看见神 弟兄姐妹 当你看见神 你就不害怕 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 我们看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会害怕 当我们更多地看见神 赞美 就是不看 不看环境 所以我们单单仰望神 好 那你就会经历到神 为你预备的丰富 为什么要赞美神的第三个重点 讲到因为赞美 就是能力 赞美跟神能力的彰显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不管在旧约 在新约 有很多地方让我们看见 哪里有赞美 哪里就有得胜 哪里就有神能力的释放 对一些失上的人来说 福音是余佐的 对一些 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 他们觉得 要靠自己的拳头 要靠自己的努力 要财富吗 自己去努力啊 要得到你的地位吗 要自己努力啊 可对于我们相信神的人来说 我们当然要努力 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可是呢 我们透过仰望神 神要加添祂的力量 恩典 要释放祂的能力 在我们身上 赞美 是我们直接 来到神面前 最简单的途径 赞美就是 我感谢神 在我生命中的作为 当你面对一个 最大的障碍的时候 丁雄姐妹 你所需要的 就是让赞美 透过赞美 给你带来神迹 带来神迹 隐含在赞美里面的能力 这个能力 一直以来都是神的儿女 常常忽略的 因为当一个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只看见困难 可是透过赞美 你知道 你真的可以脱离贫穷 透过赞美 你可以脱离疾病 透过赞美 你真的可以脱离那个卑微 而成为尊贵 祷告有它的重要性 是没有其他的 可以来相比的 可是祷告可能会出错 因为你用你自己的 想法来祷告 神没有办法听 对不对 你在最终 神也没办法听你的祷告 可是我们的赞美 不会有问题 因为当你赞美神 神的大能 就可以粉碎 仇敌一切的计划 所以赞美很重要 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讲到说 神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 所以我们赞美神 我们是高取耶稣的名 耶稣 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讲到 祂要将我们从苦难 痛苦 罪恶里面 拯救出来 我们的主 我们主的名字 在全地 全世界 整个宇宙 神那么的美丽 神的荣耀 彰显于天 可是第二节 立刻一转 讲什么 立刻 他说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的能力 这个 有一点点冲突 前面讲到 神的荣耀 神的伟大 可是后面却讲到 讲到 神的能力 是建立在 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这个建立 它原文的意思是 立根基 对你们知道 立根基很重要 一个房子 它的根基 如果不稳 房子会倒塌的 所以 根基很重要 可是神 神的能力 是建立在 婴孩的口中 婴孩 不是最软弱的吗 他们也是最无知的 他们怎么可能有能力呢 显然 不是这个婴孩的口 本身有能力 而是这个能力 是神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要建立在 婴孩的口中 从婴孩的口里 出来 可是也许你会问 什么是婴孩的口 那你就要回到圣经 在马太福音21章 你记得当耶稣 他骑着旅要 进到耶路撒冷 那时候耶稣 已经要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众人 很多人把衣服 铺在地上 他们拿着棕榈树 在那里呼喊 和善那和善那 那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百姓那么欢呼 那么在那里赞美神 迎接这个荣耀的王 进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不喜欢 所以这些人 他们抵挡神 抵挡神的荣耀 他们拒绝对神来赞美 所以他们对主说 这些人所说 你听见吗 而耶稣的回答 就是用诗篇第八篇 耶稣说什么 就是说 经上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的赞美 你们没有念过吗 在这里 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篇 他讲的是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能力 对不对 在这里讲到 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能力 可是刚刚耶稣是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成了赞美的话 所以 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就在讲说 能力 就是赞美的话 赞美的话 就是能力 也就是说 神给我们一个钥匙 当你赞美神 你就有能力 你渴望得到能力 你就要来赞美神 所以我们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觉得 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软弱 很疲惫 是不是我们不够 照着神的话来做 我们可能有一点 祷告的生活 可是我们的赞美如何 有时候我们的赞美 我们举手 我们是半举呢 或者我们觉得说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是 我们有下垂的时候 发伸了腿 我们跳不起来 我们也举不上去 我们手也拍不起来 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非常沉重的 像给八十岁的老人 弟兄姐妹 其实迦勒 他说我八十岁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们 什么让我们 好像没有办法 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赞美 可能 是因为我们的嘴巴 太像成人的口 太像个成人 不像个婴孩 其实神的话 很单纯 很直接 神就告诉我们 你只要赞美神 神从婴孩的口中 建立能力 那个能力 就是赞美的话 当你赞美神 你就得着能力 可是有时候 对我们来讲 我们通不过 我们的脑袋 我们觉得 怎么会赞美神 就有能力呢 好歹要做一点什么 好 不 可是有时候 弟兄姐妹 神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 就是什么 是我们太复杂了 有一个 一对父母 他的女儿 就有精神疾病 住院 所以医生就说 这种情况 其实能够 完全复原的几率 是非常的低 所以父母就很忧伤 可是呢 这对父母决定 一样来赞美神 他们决定要选择赞美神 为着他们的情况 虽然医生这样说 可是问题是 他们决定 他们要赞美神 他们要仰望神 所以他们就说 主 你知道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你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女儿 我们相信你对她的生命安排 是最好的 为着她的病 我们感谢你 我感谢你 让她住在医院里 我感谢你 使医生没有办法帮助她 我们为着你的智慧 为着你对我们的爱来赞美你 弟兄姐妹 当这对父母 这样子的来承认他们的需要 为着他们的环境 来赞美神的时候 第二天 第二天 他立刻从 那个医生就打电话来说 我觉得你的女儿 好像有一些特别的进步 我们还可以再观察 看看她的情况 两周后 她的女儿就出院了 一年以后 她的哥哥去拜访这个医生 告诉她 告诉这个医生说 谢谢这个医生 因为我的妹妹已经要结婚了 而且呢 我妹妹说 她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 弟兄姐妹你知道 赞美可以改变环境 有的时候 当然 如果我们处在环境当中 我在说 我们 有我们的软弱 对不对 神知道我们很软弱 我们其实 这倒是难 可是我们知道 道 神的话是对的 可是我们做不到 因为对我们来讲 这个环境 它太困难了 我们不晓得 到底这样的事情 还要多久 对不起 我们的责任 就是你不用去想多久 就是我要来赞美神 我要更多的赞美神 我不要让我的嘴巴 像成人的口 你知道成人的口 总是有很多的怀疑 很多的担心 可是一个孩子 他从来不忧虑 他从没有一个孩子 会担心 啊 爸爸 明天要缴房租耶 他不会忧虑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赞美的秘诀 主就告诉我们 他的能力是建造在 婴儿的口中 意思是什么 就是赞美的秘诀 就是你要回转向小孩 小孩是什么呢 小孩讲到 你要有一个婴孩的心 婴孩的心是讲到 很柔软 很谦卑 很受教的 婴孩有一个特征 你发现他们就是 什么都没有 他都需要 别人的供应 别人抱他 别人为他喝奶 别人为他换尿布 别人供应他 婴孩他没有太多 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婴孩的心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要学习放下自己 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很单纯的信靠神 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要太多成人的口 成人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有时候是不容易的 可是神可以做这样伟大的工作 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 我想到在上一周 我们的国中营会 有一天我们就呼召 我们就问所有的孩子 我们说有谁愿意 让耶稣做你最好的朋友 让耶稣做你最好的朋友 让你的人生 不会相估难受 不会想哭难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举起你的手来 所有五十几个小朋友 全部都举手 因为他们是婴孩的心 对不对 所以他们觉得 我也要像 我不要天天 好像觉得想哭难受 我要像撒该一样 他们因为遇见耶稣 得到耶稣这位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人生改变了 举起平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生有太多的历练 我们经过太多的苦难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其实并没有这么单纯的 其实事情跟你想的 真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事情可以这样解决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一直自己就给自己一个答案 可是问题是 或许我们都应该改变 在一个黑暗的世代 一个黑暗的世代 我们的心要越来越回转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个婴孩的心 像大卫一样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 那天他迎接约会 他只要神高兴 神喜欢 你知道他都很愿意去做 所以神说他是一个 和神喜悦 和神心意的器皿 那天当迎约会的时候 他那么高兴 他在神的面前 他忘记我是一个王耶 他就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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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衣服都掉了 也没有关系 他跳着跳 搞不好开始在地上 开始打滚了 开始转圈圈 开始旋转 他就不晓得该怎么跳 就乱跳 一定是乱跳 所以呢 他太太才会轻看他 他太太就念他 你是一个君王 你这样跳对吗 你有没有你的风度 你有没有你的水準 你有没有你的高度 你的百姓怎么看你呢 你作为一个国王 衣服都跳到掉了 对不对 那你 你讲讲讲 一直讲 可是大卫说什么 你虽然轻看我 可是 我是在神的面前 我要更加的卑微 我是在神的面前 有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跳 我们赞美 会不会有人轻看我们 你喝醉了 实际上这也没什么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一起初世代 当圣灵教官的时候 大家在神的面前 欢呼跳舞 在那里 说方言的时候 不是也有人这样子 嘲笑他们吗 当我们敬拜神 每个礼拜去做礼拜 也有人会轻看我们 去爬山 去打高尔夫球 去赚钱 老了再去教会 可是问题是 我们知道不是 我是在神的面前 我是在神的面前 其实陆帝师章讲到说 当四伙物 他们敬拜的时候 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就服服 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 当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只有神的宝座 没有我自己的冠冕 讲到说 没有我自己的荣耀 不管你是董事长 总经理 你的地位 有多么的高 你是怎么样的 一个网红 对我怎么在神的面前 你要把你的冠冕 把你的自我 献上 在这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主的宝座 没有我的自己 所以每次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 注意神的宝座 不要看手机 在每一次 敬拜神的时候 不要去逗弄孩子 要让孩子学习 这是一个分别为生的时刻 我们一起敬拜神 好 那尽可能的 安静你的身体 安静你的心 好 不要跑来跑去的 那专注在这里 只有神的宝座 神设立他的宝座 在神百姓的敬拜 赞美当中 所以对兄姐妹 当你这样子做 会帮助你更专注 也会帮助到你旁边的人 所以你要有一个婴孩的心 可是第二个 你要有一个婴孩的口 讲到你要有一个赞美的口 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 很清楚地讲到 那个婴孩的口 就是赞美的口 就是能力的口 当我渴望得到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来充满我 那个创意的能力 那个工作的能力 那个顺服的能力 你各方面 你所需要的能力 都在神的里面 可是你要来赞美神 虽然你不是为了你的目的 赞美神 可是常常 当你就是这样情不自尽 你没有保留的赞美神 全心全意赞美神的时候 神说 我把你所求的给你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要给你 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宽广的神 我们的神 他看我们的内心 他爱我们 所以神要从 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赞美的话 神要透过赞美 要建立那个能力 要打根基在你的身上 你的生命 你的信仰的根基如何 一个苦难一来 你会不会倒 是取权于 你对于神的话 你对于赞美 你跟神的关系如何 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看见 每一次我们赞美 神 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 在我们中间 不管你的病得到医治 你的工作压力 婚姻各方面 所有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赞美神 神就行神迹 随便举个例子都有 你记得那一天 他们要绕城 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 第一座城是 一定要经过耶利哥城 那是最坚固的城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太多耶利哥城 我们必须要跨越 我们必须要得胜 我们才可以从荣耀 进入荣耀 可是问题有的时候 我们很不晓得该怎么办 可是神告诉我们 该怎么办 祂告诉祂的百姓 绕城 祭司抬着约柜 讲的是你要带着神的同在 每次当我们在那绕城 安安静静地绕城 讲到你们心里的等候 等候神 仰望神 把你的眼目 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每一天绕一圈 心要安静 心要安静 到第七天的时候 神说你们要绕城 要七圈 绕完以后 神就吩咐你们要呼喊 然后祭司在那边 就吹脚 他们吹脚 百姓就呼喊 Hallelujah Oh yeah 反正就呼喊 他们就向神呼喊 当他们呼喊的时候 城就倒塌了 对不起 呼喊是有能力的 呼喊是有能力的 我喜欢向神呼喊 当我们向神呼喊 欢呼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 神真实的能力 正在释放神的同在 神的得胜 神的高谋 在我们中间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欢呼跳舞歌唱的时候 就可以一起经历 耶利歌城的倒塌 那个耶利歌城可能是你的工作 你的职场 你的人际关系 太长久的时间 他总是在那里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是当你祷告 你赞美 你欢呼 有的时候安安静静 可是时刻到了 你就呼喊 当你欢呼的时候 那不一样 得胜的时刻就来到 特别如果你有忧郁症 你有焦虑症 你有恐慌症 你有失眠障碍症 你有社交症候群 有这样的问题 你特别需要欢呼 有时候在我们中间 有很好学习的机会 对不对 也没有人会特别的 去注意你 我们是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 像孩子 一样的心 在神的面前 我就欢呼 我就踊跃 因为我是在神的面前 你越赞美神 你就会越健康 你越赞美神 讲到你的心灵 讲到你的身体 讲到你的环境 环境 很多时候是 你改变了 环境就会改变 即使神 他允许 这样的一个环境 环绕着你 有一段时间 可当你继续 坚定地仰望神 我不看这个环境 我就仰望神 伊利哥城 他一定会倒塌 你看那个基点 不也是这样 他带着三百个勇士 在那里征战的时候 同样的 圣经上说 当他们吹脚 吹脚很重要 我们中间有时候 我们会吹脚 可是你说 我不会吹脚 你有嘴巴 用嘴巴吹脚 吴 就吹脚了 其实有练过 好 OK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对不对 我们不用去买一个脚 因为很难练 我们废活量不见那么长 我跟牧师 我们俩最喜欢 就是吹脚 我们就是常常吹脚是讲到 吹出那个胜利的脚声 我们就欢呼 我们就是赞美神 对不对 你吹脚就带来得胜 有的时候你疲惫的时候 你可以吹脚 讲到那个得胜 心意上说 当积淀带着三百勇士 他们吹脚的时候 神就使敌人混乱 他们就互相击杀 他一吹脚一呼喊 天上就有能力 就释放出来 诗篇47篇第一节说 万民啊 你们要拍掌 要用夸慎的声音 向神呼喊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呼喊 对不对 你说我不会 学啊 以前我们也都不会用 那个微波炉 都是用大铜电锅 学啊 以前我们都用那个 手机也不是那种 这种像现在 滑来滑去的 以前都是海豚 不是海豚 什么豚的 那个就是 就是那很早期的那个 对不对 我们就按来 最早期还黑金刚啊 可是问题是 都会学啊 很多人都会啊 我们敬拜赞美神 不会 学啊 在哪里学 在教会学啊 参加祷告会 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 一起向神夸胜 拍掌 我们拍掌 不是这样的官方的拍掌 我们是大声的拍掌 把荣耀归给神 要拍掌 就是最大的掌声归给神 就是这样子来赞美我们的神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的祷告 是一个属灵征战 可是赞美是我们属灵的夸胜 所以我们要学习赞美神 你要更释放 对不对 你要更释放 当你更释放 其实你会发现 你自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 不管是你跟神的关系 不管是你环境的问题 各方面 很多事情 你生命的锁裂 是会断开的 约沙法王 那天 当亚门人 摩亚人 米乌尼人 这么多人要来攻击他们 他们真的是四面楚歌 可是神 他来到神的面前 神怎么办 神给他一个启示 神就告诉他们 设立师班 在前面做什么 炮灰吗 不是 他做那个 那个羔羊战士 他们在那里赞美神 在那里吹脚 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 事情上说神就拆派使者 就击杀仇敌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 神行神迹 不是在他们摆阵 军队摆阵 或者是在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在说 这个都不是不重要 有时候我们服侍要有策略 很重要 我们需要进食 需要祷告 很重要 可是神给我们一个更棒 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随时你可以赞美耶和华 所以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无论得时不得时 要赞美耶和华 要力求能够赞美耶和华 就是这样 从约书亚 到基点 到约沙法 一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 赞美和敬拜的原则 从来没有改变 属灵的事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弟兄姐妹 属灵的事 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 自然界可以改变 常常是灵界改变 自然界 它就会带来改变 所以呢 今天 诗篇三十诗篇提到说什么 它说千悲人听见就要喜乐 我们要称赞神为大 千悲人 什么是千悲人呢 对 千悲人就在于 他不去想 这合不合逻辑 我能不能明白 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千悲的人 他有一个受教的心 他有一个能听的耳 他有一个婴孩的口 他有一个婴孩的耳 他有一个婴孩的心 他听见 他相信 然后呢 他就经历这样伟大的神迹 一个千悲的人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很伟大 我每次想到 这个约尔 欧斯汀的他妈妈 这个约尔牧师 他母亲的见证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三十几年前 1981年 他就是越来越瘦 瘦到差不多剩四十公斤 那就去检查 医生就说 他得了是转移性的肺癌 转移性的肺癌 可是他已经 情况都非常的默奇了 所以医生觉得 没有办法做什么 所以医生就请他回家 就告诉他家人 你们多陪陪他 可是问题是 这个家庭是一个 有信仰的家庭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这样的压力 真的会很大很大 因为现实就是 他越来越瘦了 那个脸非常的难看 现实就是医生的数据 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没有几个礼拜 可以活了 可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 一个有神的家庭 一个相信神的人 不会降服的 摆在我们前面 是一个这么大的压力歌诚 可是我们的神更伟大 所以呢 这一个母亲她做什么 她没有埋怨神 她也没有绝望 她找了很多照片 她每一天 她把各样的照片 结婚照 她就贴在厨房 贴在冰箱 然后骑马照 贴在浴室里面 各方面贴满了 她的照片 那些漂亮的照片 那些健康的照片 因为她不要 她照镜子 就看见自己 枯黄 那个瘦弱的脸 那个病容 她不要 她要在她的里面 看见 我是健康的 我是得医治的 神创造我 就是如此美丽 每一天 她在那里宣告 我是长寿的 神要把那个长寿的祝福 赐给我 然后呢 不只是放她的照片 贴很多的经文 不断地宣告 神的医治 神的医治 你知道悦尔牧师说 有时候她回家 看她的母亲 她都不忍心 因为就越来越瘦了 因为按照常理 按照医学来说 她是活不了的 但是 弟兄姐妹 几个礼拜以后 她的母亲身体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几个月以后 她身体更好 今天已经三十多年 过去了 她的母亲 已经远离癌症 完全得医治 我刚刚讲 这个悦尔牧师 就是写 那个活出美好的 这个牧师 所以你知道 神道经 这是这个世代的见证 并不是说远古时代 初代教会的见证 所以有人说 神医时代 已经过去了 没有 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勾子勾子 要充满神迹 其实当我们祷告 神迹就要发生 我们要充满信心 相信更多更多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中间 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 一切的锁链 都要断开 弟兄姐妹 当保罗跟希拉 他们就是这样 半夜满身都是伤 都是疼痛的时候 他们心情可以很低落 他们可以很失望 可是他们仍旧坚持 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要赞美神 他们要赞美神 赞美到那个地大震动 能力出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 我在说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会经过 很不容易的状况 即使不是你 有时候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压力也会很大 对不对 有时候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压力也很大 但是问题是 继续祷告 不要去看那个环境 继续地相信神 能力 祷告到锁链断开 能力不断地彰显 所以我们要赞美神 要全心地仰望我们的神 你知道旧约时代 他讲到要扛台约柜 对不对 这个扛台约柜 当时 为什么神击杀 乌杀 击打那个 击杀那个乌杀 因为 他们用牛车 牛车有点 有点要翻了 所以他去扶 所以神击杀他 可是约柜不可以用牛车 来运的 约柜是要用人的手 来扛台的 讲到什么 敬拜赞美 你不要依靠CD 你不要只是依靠 就放个音乐 他帮我敬拜赞美 不要依靠台上的弟兄姐妹 然后他们帮我们敬拜赞美 我们呼应阿们 不是 就是 你不能依靠这些 讲到是你要付代价 你自己要扛台约柜 你不能走那个清神的路 如果你渴望得到一个祝福 你要付代价 你要追求 你要牺牲 对我这边讲到 有时候你敬拜赞美神 有时候你很不方便 你的身体很不方便 你的时间很不方便 你的环境很不方便 你正在一个苦难当中 你正在一个挟制里面 你正像保罗跟希腊一样 他们被关在监牢里 可是当我们不妥协 当我们不放弃 我们全心全意赞美神 我们就经历那个赞美的大能 这边神可以做伟大的工作 在我们中间 杰克海福德牧师 他第一年 1969年来到台湾 他做一个见证 他早年他叫过才十几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他觉得弟兄姐妹 不是不爱主 他们也都是很好基督徒 可是总觉得有一个卡卡的 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闷闷的感觉 所以呢他就是祷告神 神给他一个启示 然后他要怎么样得胜 那个邪灵的控制 挟制 他就释放 他就是祷告 透过赞美 透过祷告 他说这样他坚持两年的时间 突然有个突破在那个教会里面 那个邪灵被破除 那教会就开始进入那个增长 对于你们在你家中 有没有这样 有时候一回到家 感觉到闷闷的 那空气都不对 所以有人不喜欢回家 或者就是感觉到 在一个环境当中 有一个压制 你要赞美神 你不要屈服 而且要赞美神 你说可是我在公司 我怎么赞美神 用你的心灵 你不用嘴巴 我赞美神 为着我的公司来赞美神 为着我的老板来赞美神 可能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 可是我们的赞美 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你可以在心灵 当你在里面 赞美神 为着你的环境 我赞美神 我赞美神 可能有人抵挡你 可是在里面 就为着这个人来赞美神 就为着他来赞美你 大大的赞美你 你会看见 神为你争战得胜 所以我们要学习 赞美神 让神的大能 更多的被释放出来 要大声 要拍掌 要举手 不是因为神需要 是因为我们需要 当我们这样做 对不起 我们自己更多得到释放 你更多得到释放 锁链断开 你才能够进入神的丰盛 你才能够更多 明白主的旨意 所以赞美会带来神的释放 诗篇107篇14到16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来 他从黑暗中和死印里 领他们出来 折断他们的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 都称赞他 因为他打破了铜门 砍断了铁酸 对不起 对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要为我们 打破铜门 砍断铁酸 神真的 我真的相信 这是一个行神机的时代 我们要成为一个 行神机的器皿 当我们祷告 就有神机要发生 对 而且我们要相信 当我们赞美 不管你有多少的重担 不管你有多少的压力 不管你是怎么样 处在那个死因忧谷里面 你的灵有多黑暗 我们来赞美神吧 当我们赞美神 我们可以从 像经文说 我们可以从死因忧谷里 可以从这个黑暗当中 我们可以出来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一切都要带来 奇妙的一个改变 有的时候 看来是很难的 可当你祷告 就是会有神机发生 一个太太 因为一个状况 所以她就很气 很气 她就吃东西 发泄她的情绪 就越吃越肥 就有时候你错误的决定 错误的做法 你知道你会带来更不好的结果 她越来越肥 她的丈夫就不想跟她在一起 就开始往外发展 就喜欢别人 就跟她说要离婚 她就更气 她觉得在外面也不顺利 在家里 丈夫又要离开我 她真的很痛苦 来到教会 大家都跟她说 不会的 上帝会帮助你 我们要持续祷告 要继续地相信 可她觉得 对啊 我祷告祷告 可是情况没有改变 而且我压力很大 我就继续吃 继续吃 所以继续吃 那个体重继续地上升 所以你知道 体重太重 随时都有心脏并发的可能 所以她所有的 她就没有办法 那丈夫又离开她 她的环境 对她来讲 是很困难 可是她选择 像我说的 每一天你做一个选择 我要不要赞美神 是你可以选择的 你不赞美神 我们就继续地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活着 待着 可是当我们赞美神 我们可以期待 我们可以相信 神介入 圣灵参透万事 可以把这样的环境 带来一个奇妙的改变 所以后来 你知道她就祷告 她就决定要来赞美神 不管为了什么事 她就赞美神 所以她开始赞美神 神我感谢你 给我这样的生活 每个困难都是你赐给我的 如果不是你为我好 你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主啊 你真的爱我 我知道你真的爱我 可是每一次 她家的狗 在外面都一直 就常常就叫叫叫 因为只要有人经过 她的狗就叫 所以呢 她就常被打断 她就很气 有一次她就想开门 去骂那只狗 可是这个时候呢 突然之间 神的话临到她 你不是要为每一件事情 感谢我吗 她就说 主啊 我为了狗叫神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她为了狗废神 在那边感谢神 就这样 她每天 因为她也没有路走 就是赞美神 只是赞美 赞美 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她从邮差那边 收到了一封信 那是她丈夫写给她的 她觉得怎么可能 在她讲 怎么可能 按照她那个成人的 新成人的口 她觉得是不可能的 可是呢 她丈夫写给她一个信 说 如果你还愿意 我们两个人 可以设法 共同解决 我们的困难 对她来讲 她觉得太神奇了 突然之间 这个好像一个灶头一样 她知道神 开始在动工了 她就更努力地 节食减肥 她说 在我身上的肥胖 跟体重 好像奶油 在热锅上 突然都不见了 她就完全变成 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们要相信 当你看见那个灶头的时候 神看起来有做 开始在做 要继续地跟上去 继续地吹脚 继续地赞美神 不论得时不得时 不管无花果树 有没有开花结果 那个圈棚里的牛啊羊啊 有没有生产 田地里 有没有产出什么农作物 就是要来赞美神 无论得时不得时 当你赞美神 神迹就要发生